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个 癌症也会侧入热闹 尤其是直肠癌 久坐不动 肠道蠕动缓慢 会引发便秘 久坐还会压迫肠道 增加患有大肠癌的几率 我们平时其实应该这样坐着 第一个 坐着没事掰掰手 左手手臂向前伸直 掌心向上 用右手抓住左手手指 缓慢向下掰十次 然后换另一侧 持续坐最少十分钟 可以有效增强上肢和脑的血供速度 第二个 转转身体 坐在椅子上 身体转向一侧 慢慢呼吸 保持十秒 回到原位 然后再向另一侧转动身体 有利于改善肺的功能 活动腰以下肌肉 避免骨关节疾病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大家记住了吗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转发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宁医生 这一期节目我们聊一聊 利氏牙 也叫致齿 大多数人呢 致齿萌发的一个过程当中 会引起很多的不适 我们先说一说 利氏牙常常会引起哪些疾病 首先就是啊 利氏牙 牙罐周围常常会发炎 疼痛 引起牙周炎 严重的时候呢 会引起啊 面部多阶系感染 导致吞咽开口的困难 甚至啊 全身都会高烧发热 区域淋巴结肿大 牙齿松动 等一系列难受的症状 出现了这些难受的症状 该如何进行防治呢 第一个 如果是利氏牙 反复的发炎 非常疼痛 严重起来啊 连嘴巴都张不开了 但呢 还没有完全肿的时候 最好啊 去医院 冲洗上药消炎 再拔牙 第二个 吃过饭 或者是零食之后啊 要养成漱口的习惯 如果不漱口 就会有食物残留在牙银 或者是牙缝当中 产生细菌 腐蚀牙齿 腐蚀牙齿 漱口呢 要用淡盐水漱口 千万呢 别怕麻烦 第三个 学会扣齿 养牙强肾 清晨早起 用清茶漱口 吐掉之后啊 先扣门牙 门牙上下对齐之后 进行咬合运动 通常三十次 再扣呢 左侧牙齿 最后扣啊 右侧牙齿 做到松紧适中 节律平稳 各扣五十次 长久的坚持 就可以起到 雇本培源 利于牙齿健康成长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大家记住了吗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念一生 这期节目 我们聊一聊 莲子 它有很多的功效和作用 尤其适合 我们平时 应该吃上一吃 第一个作用 建脑安神 预防老年痴呆 莲子中的 钙 磷 甲的含量啊 非常丰富 还有其他的 多种的维生素 微量元素 核液碱等物质 具有啊 强健骨骼 促进新陈代谢 维持大脑神经活动 调控心跳节律的 这样作用 第二个作用 去除心火 增强心动力 莲子当中的莲子心 具有显著的强心作用 能扩张外周血管 降低血压 还可以啊 去心火 可以用于口舌生疮 牙齦肿痛等等 第三个作用 补元神 延缓衰老 莲子可以安 五脏之神 令皮肤好颜色 我们经常用的话 具有美容养颜 精气神足 使身体啊 更加年轻态的作用 那如何进补 更简单呢 最简单的就是啊 煮米饭的时候 放上八粒左右 煮饭之前 先将莲子用水啊 泡最少半个小时 新鲜莲子就不用泡了 泡好后啊 和大米一起煮 就成了一碗 补益作用超强的莲子饭 还有就是莲子心 单独拨出来 一次五个 放到杯子里 用开水泡着喝 就是新鲜莲子心茶 干品更好 但是啊 不宜过多饮用 还要控制好量 本身 含性体质的朋友们 就更得少喝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大家记住了吗 喜欢的朋友 可以关注转发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宁医生 这一期节目 我们聊一聊屁 虽然说呀 屁大点事 但他呀 却能折射出 我们身体的健康问题 先说一说 屁从哪里来 无外乎啊 两个方面 第一个 外在的空气 进入体内 通过我们的嘴巴 可能推进去空气 你比如说 边吃饭边说话 喜欢用呢 吸管来喝饮料 吃汤 或者是呢 吃饭的速度过快 也使得呀 不少的空气 随之进入体内 第二个呢 大肠内细菌 分解食物 而产生的气体 再说说 屁的哪些表现 预示着我们身体的哪些问题 第一个 少屁要注意 无屁呢 更危险 屁少了 两三天一个屁 是不是我们 大肠的内环境 出了问题 无屁而又腹胀 多因呢 肠梗阻 肠套蝶 这一类的疾病 所导致的 严重者呢 会可以危及到生命 一定要及时看医生 第二个 臭鸡蛋味的屁 这是一种啊 很腐败的味道 通常呢 是食物在体内消化不良 脾胃的功能呢 它减弱了 就会有这样的表现 第三个 腥臭味的屁 预示着啊 消化到 可能有出血 血液呢 寄居在 胃肠道之中 被消化分解之后啊 形成这种味道 更为可怕的是啊 胃肠道有肿瘤时 它的屁 也可能会出现 腥臭味 第四个 多屁 这是啊 很惹人反感的 但是呢 也千万不要憋屁 否则呢 对人体的伤害 也很大 多屁啊 多是由于 过度进食气体 和胃肠功能抗进 所导致的 也是啊 腐胀的常见病因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大家记住了吗 喜欢的朋友 可以关注 转发 加评论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宁医生 这期节目 我们聊一聊 喝水这件事 我们都知道啊 人离不开水 我们的机体啊 跟水打的交道 最多 到底 你适合 喝拿煮水呢 先说一说 矿泉水 它是啊 从这个地下 开采出来的 没有受过污染 而且呢 富含矿物质的水 你比如说 钙呀 鎂呀 鲜呀 锡呀 等等 这些逞离子状态的物质呢 是极易啊 被人体所吸收的 但是呢 饮用矿泉水 不能够将它煮沸来喝 也不适合呀 有这个节食倾向的朋友们 来饮用 再说一说 纯净水 它是通过 适当的食品加工方法 不含呢 任何其他的成分 就是单纯的水 说白了 只起到了 解渴呀 补充水液的作用 还有苏打水 它是啊 碳酸氢钠的水溶液 呈现的是弱碱性 尤其适合 尿酸膏啊 痛风的朋友们 饮用 而高血压的人群 就不建议饮用了 它本身呢 还有钠离子 容易引起呢 血压升高 而产生危险 最后说一说 富氧水 水中的溶解氧含量啊 为普通 饮用水的6到10倍 通过呢 消化道的 粘膜渗透方式 来进行吸收 水中的这种高浓度的氧气 可以有效的呀 补充人体所需要的氧气 简单 而且高效 适合呢 运动类的人群饮用 增强啊 体内细胞 携带氧的能力 说了这么多 大家应该知道了 自己适合 喝哪一类型的水 绝对不要盲从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大家记住了吗 喜欢的朋友 可以关注